结果现在变成第四场了 为什么不是第一场呢 因为第一场是留给我们恩贤灵良堂的 所以我就第一个就报了 但是我们的时间反而安排在后面 所以反而现在变成第四场了 其实最早就是留给我们恩贤灵良堂的一个汇报的 因为这也是我对基督教有认识 包括我自己的信仰的转化 实际上是第一步 所以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么2002年我有一个机会 那么我去了美国 这个镇头朱冰牧师刚才所讲的 那也是非常感谢共产党 共产党派我到美国去考场 因为我当时在国研国资委 那么要研究的题目就是 美国的市场经济跟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 究竟有什么不同 那么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还可以从美国学到一些什么好东西 那么我是带了这样一个题目 去美国进行考察的 那么我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 而我们中国相比之下 这个可以说到处是教堂 所以我就在2002年的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那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人 从信仰和伦理的角度来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的第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呢我在里面就谈到了 就市场经济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教我们不偷懒 不像计划经济是可以偷懒的 干好干坏一个样大锅饭 市场经济呢可以教人不偷懒 但是呢它并不能教人不撒谎 也不可以教人不害人 所以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出现 它让人勤奋的撒谎 勤奋的害人 然后不择手段的赚钱 那么这就是坏的市场经济 那我们看到市场加教堂呢 就等于是伦理加经济 就等于是这个教经济呢 有了一个道德的基础 那么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是教人诚实的 教人善良的 那么教堂加上市场经济的组合 能够有效地为市场经济 提供超越金钱的方向和动力 我们做生意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为了赚钱 但是这个动力呢 是不够好的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动力 那么到一定的时候呢 你可能赚钱就赚够了 那你还要不要继续辛辛苦苦赚钱呢 你可能就不想赚钱了 另外呢 你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假如有不好的方式 不好的手段 使得你能够赚钱 那你要不要赚钱呢 可能你就会不择手段的赚钱 所以呢 我们说赚钱本身并不是市场的一个好的动力 那么 有超越金钱的方向和动力是更好的 最后你还是赚了钱 但是这个钱呢 只不过是一个结果 但其实呢 你有超越金钱的方向和动力 另外呢 我们的市场的交易行为呢 也需要得到规范 另外赚了钱之后 到底怎么花这个钱 实际上也需要一套伦理和道德的引力 所以我们看到了教会呢 教人诚实 教人善良 教人合法的 很好的去支配财富 那么这些呢 都为市场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道德基础 所以呢 我就发现 美国的 它的市场经济背后 是有道德和它的信仰基础的 而我们中国没有 我们缺乏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后来我就写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市场人理的文章 特别是2003年 回到中国大陆去之后 可以说从2003年到2007年 我一直在写很多文章 就让中国人来关注这个层面的问题 那么后来呢 也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精英 中国的官员 他们就认识到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今天在中国大陆可以说 已经成为一个 差不多大家都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那么我想呢 今天这个很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我们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不知道能不能汇报完 把我过去十年的一些思考 关于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思考 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那么这可能是第一次 这么比较完整的 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来进行汇报 那么第一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 就是市场伦理 以市场经济的起源 也可以说是基督教 以市场经济之间的这种牵连 或者叫关系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赚钱 赚钱呢 是几千年已经有的一个事实 几千年来人们就在赚钱 但是呢市场经济呢 却并非天生就有的 市场经济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是赚钱呢 有几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发现了赚钱 并不等于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 市场经济里边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呢 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 就是你要有不断的创新的动力 不断的创新的动力 而且要理性的来盈利来赚钱 那么第二呢 这个交易是公平的 市场是交易 但是这个交易呢 必须是公平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个市场中的主体 结佳 它有一种不洁的 永恒的去创新的动力 那么这个呢 就带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 这个血球化 越滚越大 但是呢 其实这两点呢 是违背人心的 看起来很简单 我们今天觉得非常简单 但仔细想想 其实它是违背人心的 第一呢 我们并不喜欢 跟别人公平的起手交易 我们喜欢的是 占别人的便宜 甚至掠夺别人 所以古代历史上 怎么获得财富呢 常常是通过暴力的方式 从民的方式 革命的方式 战争的方式 抢夺的方式 坑蒙拐骗的方式 那么就是 我们并不喜欢 跟别人公平的交易 我们喜欢的是 占别人的便宜 掠夺别人 这是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就是支持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并不喜欢 不断地去赚钱 我们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赚钱的目的是 为了享受 为了花钱 所以天天去赚钱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到 古代的中国的商人 他们赚了钱之后 通常会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买房子买地 买地盖房子 盖大房子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起小老婆 打红灯笼高高挂 第三件事呢 就是要捐一个官来当一当 能够使得自己 不仅富了 而且尊贵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商人 也没有完全摆脱 这样的行为模式 通常来说 第一有了钱干嘛呢 也是买房子 那么第二呢 包二来 二来可能还不够 二来 三来 四来 五来 差不多 第三呢 他会弄一个正邪委员来当一当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那你想想看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上帝在这一点上 是完完全全公平的 无论你是穷是富 无论你是当官的 还是普通老百姓 哪怕你是总统 你一天也只有24小时 那别人的24小时 都用在创新 都用在创业 而你24小时 要花好多的时间 去跟二来 三来 四来 周贤 然后还要去正邪开会 那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创新呢 可能你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们发现 市场经济 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 除非出现一帮傻瓜 这帮傻瓜 第一又愿意跟别人 公平的做交易 第二还愿意不断的去创新 但是人都不少 跑出了这么一帮傻瓜 那我们看到马克思韦伯在 这是一个德国的大社会学家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社会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 叫《新教伦理以资本主义精神》 那么这本书里面他就讲 要出现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这种市场经济 它是要出现资本主义经济 其实必须先出现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前面我们说的 理性的去盈利 创新 然后公平的做交易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 要出现资本主义 没有资本主义精神 就不会出现市场经济的 但是要怎么出现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从哪来的呢 他说是因为宗教改革 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导致出现了资本主义精神 那么资本主义精神才出现了今天的市场经济 那我们看到的的确确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新教伦理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和家文的改革 他们带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 我真的很高兴 我发现我们这个恩贤林良堂很不一样 第一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赞美敬拜非常的火热 非常的感动人 特别是刚才一首诗歌哭过笑过 我都快哭了 真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大楼 这个如果你做的工长了 做的时间长了 事工的时间长 你会发现这首歌 真的是反映了我们的心态 反映了这个这些年的经历 哭过笑过 这个什么都经历过 这个酸甜苦辣都有 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这首歌是从大楼出来的 我觉得跟听别的歌 诗歌带给我的感受还不一样 真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同时我还发现我们的这个 师范寨竟然谈到就是说 我们在教会服侍 或者在家里服侍 都是很荣耀的 那么这个理念不是从来就有的 甚至今天在华人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还不是普遍的 普遍的被每个人所认识到 我们通常喜欢说 在教会服侍就是神圣的 做牧师就一定是神圣的 然后如果你在工作上 你去工作就不是那么神圣 那叫爱世界 我记得过去农村教会 有些人去城里打工 那牧师一着急就说 你别爱世界 就觉得好像打工 到城里那都是爱世界了 就你不能离开农村教会 但是我们看到城市化的浪潮 还是滚滚向前 那么如果在家里带孩子 那可能就更没有价值了 你在家里带孩子干什么 太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们看到新教改革 马丁路德和家文 他们带来潜新的理念 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他们不再用什么工作 你干什么工作来七分 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 而再不说 这个工作是谁让你做的 来七分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 那他们比方说 如果你在家里面带孩子 但是是神拿你来带的 神呼召你回到家庭 好好地抚养你的孩子 那么你这个带孩子的工作 就跟穆斯讲道一样神圣 就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 推着摇篮的手 推动世界的手 今天你推着摇篮 抚养这个孩子 说不定这个孩子将来成为 新西兰的总理 说不定 那就改变世界的时候 推着摇篮的手 推动世界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小看 或者呢 这个孩子将来成为 像周碧牧师这样的 带了这么大一个教会 带那么多人来信主 一个服侍上帝的仆人 这就推着摇篮的手 推动世界的时候 那么你的工厂呢 就是你的教堂 工厂就是你的教堂 你在教堂 你在你的工厂里边 来敬拜神 而不仅仅是说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在我们的讲台上 来侍奉神 所以他们带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目的 所以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 既然我们是神的孩子 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他一定会 给我们一个工作 给我们一个人生的工作 那么上帝呼召我们 去做的这个工作 就不再是普通的工作 而是天职 而是天职 那么你是 如果这个工作是天职 那么你就要 像侍奉神那样 侍奉耶稣那样 就像在教会侍奉那样 去认认真真 做你的工作 那么这就是 天职的观念 那么在工作中干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荣神义人 就荣耀神 对人有义处 这个义写错了 对不起 是有义的义 有义处的义 那么就荣耀神 对人有义处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德国 有全世界最好的汽车 宝马奔驰 因为德国是 马丁路德改革的地方 改教的地方 所以德国就有 全世界最敬业的功能 我们现在的职业精神 其实就从这里面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就突然出现一帮傻子 这帮傻子很尊重他的工作 对他的工作非常神圣 非常认真的去工作 这在人力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且不在乎你做什么工作 你可以做一个螺丝工 也可以做一个老板 如果上帝让你做老板 你就好好地做一个最好的老板 你就好好地去努力 为上帝来赚钱 为上帝做好财富的管家 如果上帝只是让你来做 一个普通的螺丝工 那也没有关系 你就做天底下最好的螺丝工 来荣耀你的神 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德国人 并不在乎他做什么工作 但是无论做什么工作 他非常认真的去做 那么为什么手表 瑞士的手表是最好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瑞士呢 我们知道是加尔文改教的地方 瑞士同样有 全世界最好的功能 对他们生产手表的时候 那种认真细致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他们是用宗教的前程 在制造那个手表 因为他有全世界最好的功能 所以才有全世界最好的手表 所以我们发现呢 这个人的态度 因为新教改革 我们发现 人对工作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 比如以中国为例 其实我们是看不起劳动 孔子就讲过 劳心者之人 劳力者之一人 他特别瞧不起干苦力的 你干劳动 你干劳动是要被别人统治的 然后四龙工商 商业是放在最后一位的 他把不同的工作 七分 做贵贱的七分 另外在西方 我们看到西方人 同样也不重视工作 他们这个古希腊 古希腊有一半的人是奴隶 他们的体力劳动 都是由奴隶去完成的 所以他们看不起干活的人 干苦力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 从马丁路德 驾往改革之后 人们对工作的态度 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 工作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 有了一个神圣的位置 只要是神让你来做的 那么这个工作就是神圣的 就跟牧师讲道一样的神圣 你的工厂就像教堂一样神圣 你要在你的工作中 来敬拜你的上 同时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也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 过去大家会认为 这个财富是我的 我赚了钱 这个我是钱的主人 我是财富的主人 但是大家突然现在意识到 不是的 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这个世界的源头是上帝 那么财富的源头也是上帝 最终上帝才是财主 你只不过是上帝财富的管家而已 那么作为上帝的管家 你要做三件事 第一要尽可能地赚钱 为上帝一起赚钱 赚钱的时候结果韩普 第二你要尽可能地省钱 因为这钱不是你的 你别赚了钱就挥霍 这钱不是你的 是你的主人的 第三还要尽可能地捐钱 特别是在你死之前 要把你的所有的财富 按照上帝所许悦的方式 支配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 有那么多的基金会 我们看到诺克菲勒 看到卡拉吉梅隆 其实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个 就是要在他临死之前 把财富支配出去 卡拉吉梅隆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在你临死 在你死的时候 你的账上还趴了大量的钱财 这是你终生的尺度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钱 将来人家怎么花掉 那你就没有负责力 没有把一个管家 全部的工作做好 将来你西签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问 我给你的钱怎么样了 然后你给我的钱 还在账上了 账上怎么花的 哎呦不知道 对不起还没花完了 这个不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比尔盖茨还没死了 但是比尔盖茨已经把他的钱都捐出去了 做比尔盖茨基金会 然后我们看到巴菲特更绝 巴菲特这个 他钱 他本来他自己很多钱 但是他突然发现 这个比尔盖茨 管钱管得很好 大家千万别以为管钱容易 花钱容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花钱甚至比挣钱还难 我见过一些企业家 基督徒的商人 赚钱的本事很大 但等到他一花钱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花错了 他不会花钱 可能我们朱毕牧师会花钱 我见见他见到恩钱林亮堂来 他自己不会花钱 一花就花错了 我看他花了好几处 钱是花错了 有的人有挣钱的本事 但是没有花钱的本事 并没有支配 支配财富也是要本事的 有的人就特别会花钱 但是不会挣钱 那么就 巴菲特就干脆 把他所有的钱财 都间隔了比尔盖斯经营会 他说我不用管了 交给他管得了 管钱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 从财主到管家 这个心态发生了完全不同 非常大的变化 完全不同的这种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就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 一批奇怪的人 一批嗓子 第一这批人 愿意公平地 去跟别人做交易 为什么 因为他要容神异人 所以你不能用不公职的方式去获得财富 因为他们赚了钱之后 他们还赚钱 他们不断地在创新 因为容神异人是没有尽头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 地球上开始出现了一种 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什么 是宗教改革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 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摇篮 成为了他的 这个补义的一个种子 所以呢 这个讲到这里 这个我们在座的 可能很多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我们过去只相信赚钱 这些钱 赚钱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赚钱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如果你赚的钱 你赚了很多钱 你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甚至你的孙子都花不完 你为什么还要些辛苦呢 所以柳川智就讲 他说我现在啊 其实我在企业里面 就像个步道家 为什么像个步道家呢 他说我得 让企业的人继续有动力 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我怎么鼓励他们呢 我都用精神的动力去鼓励他们 所以我们发现了 其实呢 一种经济 作为一种动力 作为一种好的动力 或者作为一种规范 其实呢 这是要精神的导引 所以我们看到 海赫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迷信 理性和唯物论 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 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 那么这是海赫讲的 如果一个社会 只停留在理性和唯物论 这个社会是很浅薄的 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 那么罗素呢 在宗教与科学中 他也讲过 他说科学呢 只讲真伪 不问善恶 科学 期待不了伦理 因此社会的发展 离不开伦理的相骨相成 另外呢 这个李悦舍 他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 他在四海之内 东方西方的对话 那么在这里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提出 科学越发达 越要接受宗教伦理力量的元素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呢 资产经济背后 是要一个信仰和伦理的基础 那么这个无独有偶 我就看到这个 现代的经济学家 比如说西方有个经济学家 叫巴罗 非常有名的 罗伯特·巴罗 那么他跟另外一个作者 他们写了 写了一篇文章 叫《宗教与经济成长》 那么这是哈布大学出版的 在2003年 那么在他们的 他们的研究里边 他们就专门 那么把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那么按照他的这个宗教 来进行 这个和宗教来进行分类 然后来分析 他们和经济发展的 之间的关系 那么开创性地进行了 宗教和经济增长的分析 他们的分析发现 经济增长 以宗教信仰的程度 成正相关 特别是那些 相信地义和天堂的宗教信仰 那么更是 他们的正相关关系 更强 但是以教堂出席 成富相关 那么这个呢 怎么解释呢 其实挺有意思 我们发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社会 假如他宗教信仰程度更高 那么这个社会呢 可能会有更高的 社会的诚信 会有更高的 比如说公平的交易 行为出现等等 所以他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的 但是呢 经济增长又跟教堂的出席 成富相关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教堂的出席 有一点点像是投入在教堂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整天在一个河里面洗澡 比如说他们说这是一条圣河 然后他才天天在里面洗澡 还有人是说要做灵修 然后就天天在那里苦修苦修苦修 什么都不干 他们的宗教信仰程度是挺高的 可是他们投入的时间也太多了 他们就不花在时间上了 还有一些呢 宗教信仰呢 他们会相信说 我们要远离市区 要远离红尘 要在深山老林里面去修炼 那么最后呢 他们对经济增长了 又有负相关 所以我们发现 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对经济的增长 它的正相关最强 第一我们发现 它不是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的 第二呢 它也不是跑到某条河里面 天天在那洗澡 第三呢 它也不是盘腿一坐就一坐一整天 都不是那种的 而是在你的教堂里 你的宫堂里面敬拜 在你推着摇篮的时候 是推动世界的时候 它把入世和出世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最强的 那么这是我思考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是市场伦理 以市场的运行 前面我们说 市场经济怎么来的 我们发现 市场经济原来是 从基督教文明里面来的 是基督教补益了 人类的市场经济 所以当我们中国 引入市场经济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开始 把基督教的文明 实际上就开始带进来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市场的运行 市场怎么运行呢 那么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在 在参与市场的运行中 其实是有很多风险的 其中一个呢 叫委托代理风险 在市场经济里面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 存在着太多的 委托代理关系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公司里面呢 就是说有一部分人 他去投资 他拿他的钱去投资 另外一部分呢 仍然在打理这些钱财 银行更是如此 我们大家都把钱 乘到银行去 但是银行拿了 我们的钱去干什么 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银行呢 叫做什么呢 OPM部门 就是other people's money 他用的是 other people's money 用的是别人的钱 他玩的钱是别人的钱 然后现在的公司制度 比比接着都是公司 公司里面有所有权 然后有管理权 那我们发现 真正的财富的所有者 他们其实是 不管理这个企业的 管理这个企业的人呢 其实他不是 这个企业的财富的拥有者 那么所有权和管理权 其实是分开的 我们把钱投进去了 另外一帮人在管理 那么中间就存在着 委托代理关系 夜市高级的实施经济 夜市发达的经济 它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个链条就越长 这个关系就越强 但是你会发现 凡是既有委托代理关系 存在的地方 都会有委托代理的风险 委托代理的风险 表现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什么 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把钱给代理人 代理人拿钱去干什么 他自己很清楚 可是委托人不是很清楚 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 买的总不如卖的精 所以我们投了钱 可是另外一帮人 可能就把我们的钱给完丢了 金融危机就这样 银行最后破产了 然后垮的是我们的钱 那么这个公司破产了 投资者受审视 那个高管的派派屁股走人 那么第一我们发现 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就我们永远不太清楚 他们究竟拿我们的钱去干嘛了 信息不顿 第二叫基地不相容 我们希望他拿的钱 好好替我们来打理钱 好好替我们挣钱 但是没想到他拿了我们的钱 他是去做自己的事 那么这个激励是不相容的 两个人看起来关系挺好 其实是同床异梦 貌合审理 那么最后责论不对等 最后你赔了钱 大家都受损失 但是投资人受损失大 委托人受损失大 所以只要存在 委托代理风险的地方 只要有委托代理关系 就有委托代理风险 因为委托代理风险 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可能失败 那么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一定可以获罗伯尔经济学奖 所以我们发现市场 好像是一艘船 不借着这艘船 我们没有人能到河的彼岸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发现市场是一艘破船 中间是漏水的 那么我们发现 有信仰的地方 有更多的诚信 有更多的诚信 委托代理的风险就可以降低 还有就是富的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里面会存在着某些现象 比如说 它的成本和它的收益是不对称的 你做一个企业 收益都是归你自己的 可是有一部分的成本 是由社会来承担的 那么在中国很多的企业就是这样 他们办了一个化工厂 然后赚了很多钱 钱都是自己赚 但是化工厂倒的污水都倒到公共的河流里面去了 然后政府也不管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富的外部性 就很多的成本实际上由社会来承担 那么这就叫富的外部性 你给社会创造了一种富的外部性 那么凡是存在富的外部性的地方 那么私人就很愿意去投资 反正钱是我赚的 成本你们来承担 但是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这个时候是在市场经济就失败了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要人的内心的自我的约束 那么这又是一个 再一个还有在市场经济里面 市场的运行当中会出现一种叫囚徒困境的现象 囚徒困境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囚犯 两个囚犯被抓起来了 但是警察并没有什么证据 警察的证据是要从他们口里面抠出来 如果这两个人抗计重言 那就回家过年 没有证据嘛 但是如果坦白重宽呢 最后老底坐穿 那你猜结果会怎么样 到底是坦白呢 还是抗拒 那么最后的结果 他们都会坦白 为什么 因为警察会把他们放在 分别关在两个房间里 然后告诉他们说 你承认不承认 你不承认 他承认 他就走了 然后所有的罪你就承认 然后两个人想一想 万一他背叛我怎么办 那我还不如先背叛他 背叛他了 万一他不背叛我了 那我背叛他 我走了 他就扛在里边 对我很合算 一点亏都不吃 想来想去 两个人都背叛对方 那么这就是叫囚徒困境 理事不少 然后我们发现 囚徒困境说的是什么现象 就即便你在生活中 其实你是个好人 你这个人并不坏 但是因为你担心别人坏你 所以你就先坏了别人 你担心别人骗你 所以你先骗了别人 这就是囚徒困境 你是别人的囚徒 别人是你的囚徒 你是别人的别人 别人是你的别人 最后你们就 他就都变成囚徒了 那么成长的囚徒困境 四上经历里面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那你会发现怎么解决 囚徒困境里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 也是两个人要有信任 如果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两个人都是在恩前领量堂的 可能估计问题就不大 他们就抗计重严 回家过年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发现 市场经济的运行 需要有信仰 有信仰的地方 有更多的诚信 更多的信任 那么可以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 否则你只靠制度 只靠别人 不行 根本就没有那么完善的制度 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很多华人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些高度的金融的关系 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 我们没有建立一些信任关系 你看为什么这个金融 都是洋人创造出来的 而且你发现 主要就是都是在基督教主地区 因为他们之间有信任 然后中国有一个例外的就是温州 你发现温州很有信任 温州人之间打个白条 为了做生意 他做个生意 然后他自己钱不够 问别人借钱 然后打个白条就OK了 甚至那个白条上的字都写白了 但是没关系 他们之间有很好的信任关系 因为有很好的信任关系 所以他就有民间的信用 因为有民间的信用 所以温州出来的就是民间资本 就是民营企业 但是江苏就不行 江苏人就没有那么强的信任关系 所以他们要借钱 只能向政府的银行借 而政府的银行借了 政府的银行不借给你 必须乡政府来做担保 所以他们出来的就是乡政器 所以你会发现 这次民间信用关系不同 然后温州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民间的信任关系呢 因为温州的基督府很多 温州是前中国基督府比重最高的地方 也必成为东方的耶路撒冷 温州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中国的犹太人不仅说 温州人像犹太人一样会做生意 以前也到处乱窜 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 温州人里面好多都是信主的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上次前几天我去的 我去了温州 发现他们一个村里面都建了一个特别大的教堂 比我们这教堂还大 怎么可能 我说你怎么建起来的 一个村里怎么建这么大教堂 他就跟我们讲 他们这个村 以前他说村里面有些人信主 有些人不信主 那么信主的人喜欢扎堆 不信主的人也喜欢扎堆 信主的人最后就都住到村的东头去了 不信主的都住在西头 结果后来发现了 信主的人家里面都很团结 夫妻相爱 能够家和万事兴 结果生意也做得很好 然后儿子大了 结婚 起媳妇一个比一个漂亮 然后村西头的人发现就不是那样了 发现夫妻吵架 父子称臭 然后家里不喝 家里不喝了 做生意也不好做 偶尔都有生意做得好的 结果又喜赌博 把钱又输光了 然后只有起媳妇呢 一个比一个比 臭 他们说不行 我们也得向东头学习 所以结果前称现在读信主 所以他们就盖了一个特别大的教堂 所以我们发现 信用关系 是跟信仰关系连在一块的 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信仁 更多的诚信 那么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信用 信用经济就是金融 有金融 然后你就发现整个经济形态就不一样 温州人其实没什么质本 我们看到温州人有什么质本 没什么质本 但是温州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 那么富 他们就是有信用 他们有全世界几百万的温州人 那就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营销网络 那么你哪怕做一个打火机 一个小生意 但是通过这个营销网络把你的商品卖出去 你就成了打火机大王 所以他就这么发展起来 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市场人力 以市场财富创造的磁细性 我们中国并不是没赚过钱 中国人力实际上是赚过钱 我们在1840年 1820年的时候 中国经济还占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 比我们现在都强多了 我们在汉朝的时候 我们也赚了很多钱 我们有文景之志 唐朝的时候有正观之志 到了清朝我们还有康钱盛世 那个时候我们都赚了很多钱 所以你别跟中国人谈钱 中国人谈钱 中国历史上赚过钱的 不是没见过钱的 我们是成年阔过的 主上阔多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过两天 中国人又会打起来 打起来 这个打起来可不得了 血流成河 然后这个生灵涂炭 然后财富被毁 我们看秦始皇修阿旁宫 花了好多年 才把这个阿旁宫给修起来 但是城市吴广 楚伦一具可怜焦土 阿旁宫烧了三个月 那时候烧完了 就没了 所以中国人现在都没房子住 但是如果中国历史上 那些房子都能保存下来 保留下来的话 今天中国人还超过没房子住 我们今天盖房子 明天就有人给你扒房子 后天就有人给你烧房子 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中国并不缺经济增长 并不缺所谓的这种财富 我们缺的是长治久安 怎么解决长治久安呢 那我们看到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有建立社会和谐 所以中国政府提出社会和谐 但是社会和谐呢 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人要自己跟自己和谐 如果你心里面自己就有一肚子气 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 你想想看 你能跟别人和谐吗 不太好 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 你会发现老婆对你特别好 早上早餐又吃得特别美 然后出门去打个车 那个出车司机对你不太好 可能你也就不太介意 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 受了老婆一肚子气 气不胜 然后出车司机可能没整个地呢 你可能就跟他吵了 因为你自己就跟自己不和谐 那我们发现了 人要解决自身的和谐 那你需要解决人和上帝的关系 你如果不解决人和上帝的关系 你跟上帝没有和好 你没有回到上帝面前 你发现你很难和谐 你的和谐 自身的心里面的和谐 是很短暂的 你不会有那种平安和谐的 你也不太懂得究竟什么叫爱 我们中国人过期 我经常讲其实中国人都是好人 中国人不太喜欢欺负别人 但是中国人一旦被人欺负了 那也是不好乐的 我记得潘世义就讲过一句话 中国有个企业讲 他妈妈那时候他从农村到城里来 他妈妈就跟他讲了 就说儿子没事别冷事 有事别怕事 然后毛主席讲的更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谁欺负我们我们跟他没玩 上个世纪欺负我们 我们现在还没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是 无条件的爱 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我们发现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以善甚恶 以善甚恶 中国人的那种道德 那种文化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 我们不主动地进入一个罪恶的心怀 我们也不去主动地发动一个罪恶的心怀 但是我们很可能会被动地进入一个罪恶的心怀 当别人欺负我们了 我们就变人了 人就变得两样了 但是我们看到基督教有一种以善甚恶的理念 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残酷地迫害基督徒 把基督徒关到罗马斗树场里面 然后老虎狮子二上三天之后放出来咬死基督徒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徒的农民起义 你们听说过吗 没有 这中国大陆也是 江青说要把基督教连根拔除 所以中国的传道人 你看他们受监禁 一关二十多年 还有很多传道人被打死被枪毙 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中国出现过基督教的起义 你没听说过 我们过去总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基督教讲的是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使能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义逼迫的人有福了 他都讲了这个 他讲无条件的爱 要爱你的仇敌 所以别人恨你 你还要爱他 你要恨的是罪 但是你还是要爱这个罪人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才有社会和谐 才有社会的和平力 社会稳定 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这样的一个伦人道德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 才有可能实现可慈禧发展 所以我们中国不缺财富 不缺经济增长 不缺发展 我们缺的是长治久安 缺的是可慈禧的发展 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发展 那你会发现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伦理 新的信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市场伦理 以企业做大做强 我们都希望企业做大做强 今天在座的我估计有一些企业家来 那你肯定希望你的企业要做大做强 甚至还做长 不仅做大做强 而且做长做百年老店 做个五百强不如做个五百年 他可能有很多美好的憧憬 可是不太容易的 那些牵涉到市场伦理 那么我概括 过去这些年我研究 我概括的信仰 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我分为几个两个 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市场伦理 可能会成为你企业成长的发动机 就你这个企业要不断地发展 你要靠什么 你不然靠 老靠金钱 你靠奖金去刺激别人 可能慢慢就不行了 别人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你还有别人加班 别人不干 这个时候你要用其他的动力 比如有人就讲 我们以产业报国 以民族昌盛为己任 这个听起来就比赚钱要好听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是用爱国主义作为动力 来激励人 但是这个动力到一定时候又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跨跨工资了 你现在你的工资开到新西兰来了 然后你要招募新西兰人来你红市干 然后你说你们好干 为中华民族崛起努力 那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不可能 你没有普世性 你感觉得赶紧活 那我们看到 最好的动力 就是清教徒的龙神义人 荣耀上帝对人有益处 你发现这个动力谁都可以 而且永不枯竭 这是最大的动力 永远不会边境销利地点 所以如果你其实要不断发展 你要找到一个普世性的 一个非常强的精神发动机 而不能靠钞票发动机 那么再一个你会发现 你企业要团结 你才能够做大做强 那么企业怎么团结的 怎么让员工团结的 那么你也需要好的伦理 那么同样两个企业工资都一样 但是一个企业人际关系好 另外一个企业人际关系差 那肯定别人就愿意到 那个人际关系好的企业起 所以你好的商业 好的商业道德 好的企业文化的企业 那么你就好 你就像浇水一样 能够凝结你的员工 另外同样的 你也能够在你的外部关系方面 有一个润滑剂 能够比较容易相信你 你比较容易建立起好的公共关系 这样你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做小 当你做小交易成本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大企业的边界 那你相当于省钱了 所以你这个企业就更容易做大 那么再一个 你的企业行为的指南针 你好的企业文化 企业商业道德 会成为你企业行为的指南针 接着很多的行为 现在变化太快 你没有办法事先给定 事先规定 应该怎么怎么做 但是如果你有个好的企业 伦理企业道德 那你就会指导员工 该怎么做 我记得有一次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非常感慨 就海尔 海尔的这个 我们知道 卖消用电器 有一次他们卖洗衣机 卖给农民 结果农民用那个洗衣机 去洗地瓜去了 然后结果把那个洗衣机 给洗坏了 然后农民拿回来退 说你这个洗衣机 洗坏了不行了 要坏 按理说你洗衣机是洗衣服的 你洗地瓜 你洗坏了 你还拿到我这来找我 海尔的员工可能完全可以不理他 但是海尔的员工不这么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洗衣机 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洗地瓜 对不对 那人家洗地瓜也有道理 是吧 然后你洗地瓜洗坏了 拿回来换了 海尔的员工就真的给他换了 因为海尔有一句 他们的有一句 有一个写文化叫 真诚到永远 就对顾客的服务要真诚 就像对你自己家人一样 真诚到永远 所以他们根据这个理念就换了 实际上但是这个行为 以前从来没碰到过 所以你也不可能在员工手上找到 但是他的员工就给他换了 而且后来海尔就真的研究出了 可以洗地瓜的洗衣机 那么这个就很好 我们说有的时候你不能 什么东西都靠管理 靠领导来定 那太慢了 要员工快速反应 员工凭什么快速反应呢 他要有一个指南针 那么这个指南针呢 其实跟市场伦理是有关系的 再一个呢 它可能会成为企业价值的放大器 如果一个企业呢 非常良好的形象 非常好的价值观 非常好的市场伦理 那么你这个企业 假如说你的利润跟别的企业是一样的 你的经营 这个营业总额也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呢 在市场上 假如你上市的话 可能你会有更大的价值 人家会愿意给你更高的估价 因为你觉得你这个企业好 你这是一个好企业 你是一个有好的 良好的社会形象的好企业 所以我们发现 如果企业你想做大做强 特别想做长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市场伦理的基础 否则呢 你可能会发财一阵子 但是很快就垮了 你做不长了 那么文化底蕴的不足 尤其是先发信任精神 那么会使得企业会不会停滞不前呢 那我们做答案是 应该说肯定 那么有一个作家叫弗兰西斯福山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叫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本 叫social capital 当然这个不是他提出来的 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大量的应用 我们通常理解资本是什么呢 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货币资本 给你一笔钱一百万 你觉得这叫资本 但是资本有的时候不是货币资本 资本也包括物质资本 比如我就给你这个教堂 这个教堂可以拿起底 那就物质资本 还有的时候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概念 而是自然资本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看中东 一些阿拉伯人很有钱 他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地底下的石油 那这就是他的自然资本 他靠着自然资本 他就赚钱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 我们发现他没有自然资本 也没有货币资本 甚至也没有物质资本 但是他也发财了 比如说犹太人 那靠什么呢 他靠人力资本 所以犹太人非常重视教育 他开发自己的脑子 所以他靠着人力资本来起身 人力资本来起身 那么还有呢 除了这几个资本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本 叫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 信任关系 如果人和人之间 有更多的相爱 更多的信任 更多的合一 那么这就是一种social capital 前面我讲的温州就是 温州论没有自然资本 地底下没矿场资源 没有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 因为政府也没给他们投钱 那么也没有什么人力资本 因为温州人就没上过几年学 但是温州人有什么呢 有social capital 有社会资本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好 温州人可能骗过别人 但是温州人之间 结不互相欺骗 你要在温州 你如果互相欺骗 你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你就麻烦了 那是你上次的 可能你的省市最大 他因为有social capital 所以他就非常棒 所以你看 他就民间的信用 前面我讲的 然后他发展得很好 然后犹太人也一样 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他的social capital非常好 所以犹太人 别看人很少 在前世间我们看到 他们都是人间的精英 没能敢欺负他们 而且你看在美国过节日 犹太人的很多的节日 都是美国的法定要放假的 就是他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华人社会 我以前讲过 我们华人社会 华人有两个特点 第一 我们看到华人非常的聪明 前世间比华人聪明的 除了犹太人我看没有 华人很聪明 第二 华人很勤奋 一个礼拜七天 我们恨不得工作八天 没问题 所以前世间没有华人讨饭的 对不对 只要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一路就滋润 国外的制度稍微好一点 我们就会发财 所以几代之后肯定发财 没问题的 华人太聪明了 太前奋了 但是华人有两个切点 第一个切点就比较自私 你看我们自己的房间 都弄得挺好的 凡是公共过道 一概也不行了 华人长龄街都很张乱差 公共的地方就不管了 第二呢不抱团 所以一旦出现排华 最后华人就被顶出去了 前几天我听到马来西亚 讲说马来西亚当初建国初期 华人占整个人口的48% 比马来人还多 但是你看现在 华人只占马来西亚人口的25% 而且华人越来越受到 在很多方面受到不顾名的待遇 我们不团结 所以华人的希望在哪里 第一保持我们的聪明 保持我们的勤奋 保持我们对教育的重视 其次我们都到教会来 都到恩前灵灵堂来 我们是要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认罪我们太自私了 不能够那么自私 第二个我们要团结 特别在教会里面 我们团结起来 那么这些华人 还能够从旧华人走向新华人 我们在海外 在全世界 才能够站起来 才能够有新的形象 新的价值 那么企业也是这样 如果企业没有这样一个 信任的精神 没有这样一个social capital 那么这个企业你会发现 它做到一定的程度 它要继续往上做 就不太容易 那么我还提出过另外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全新的发展的理念 就叫以伦理看待发展 那么什么叫发展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他们渴望着发展 渴望着赶上发达国家 但是究竟什么叫发展 那么探索了好几十年 探索了好多年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 人们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增长 发展就等于经济增长 后来发现不是的 有很多国家有经济增长 但是没有发展 为什么 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 能源消耗等等 最后发现 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可能把社会 把生态 把资源都给弄坏了 所以后来大家认为 发展应该考虑增长的质量 增长的质量 还要考虑结构的进步 这才叫发展的 不要光考虑经济增长速度 还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 好不好 有没有效益 然后还要考虑经济 结构有没有进步 这才叫发展 那么这叫第二代的发展观 那么后来呢 大家又想 还不对 光考虑增长质量 结构进步还不行 还必须考虑 可持续发展 不仅我当代来发展 以后还来发展 子生后代还来发展 这才叫发展的 那么这个叫可持续发展 那么这是第三代的发展观 那么第四代的发展观呢 是阿玛迪亚生提出来的 阿玛迪亚生是一个 把伦理学和经济学 结合在一起的当代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也获了 所以他提出了要以自由来看待发展 就发展呢 其实呢 这个自由既是发展的工具 就你没有一定的自由 你根本不可能发展 它是自由的 自由是发展的一个条件 一个工具 同时的自由又是发展的目的 发展的半天干什么呢 就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 所以他提出呢 要用自由来看待发展 要把自由落入到发展的理念当中去 那么这个呢 成为第四代的发展观 那么后来我就提出 我是要以伦理来看待发展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终是为了让社会的伦理道德进步 同时呢 你会发现没有一定的伦理基础 没有一定的道德基础 发展也挺难的 所以发展呢 伦理既是发展的条件 工具 又是发展的目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 从以自由发展 这样一个第四代的发展观 进入到一个 以伦理看待发展的 第五代的发展观呢 那么这就是呢 我过期所思考的 那么这些 以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 可以说几个大的方面 那么时间关系呢 我没有展开得很细 但是基本上呢 把过去思念的思考 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 那么特别我们中间 如果对经济感兴趣的朋友 我相信这里面很多东西是很新的 可能你从来没听过 应该呢 我希望对你有些期望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下 这个我就给中国政府提出 我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需要关注市场伦理的基础 需要关注信仰和道德的基础 我说我们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单边突进 但是政治法力变革遥遥在后 然后呢 信仰和伦理无从谈起 这样的一个改革路径 它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就像一个木桶 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 那我们知道 不是由最长的板结定的 而是由最短的板结定的 这就是短板眼里 那么如果你的经济改革 这个板很长 但是你的政治法力 这个板呢比较短 然后你的信仰和伦理的 那个板很短 那你想想你这个木桶 能装多少水呢 你一定装不了多少水 所以我就提出 我们中国的市场化的转型 要关注市场伦理的基础 那么市场经济转型要求 市场法力伦理 它们之间是变革配套的 才能取得正果 那么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很高兴 后来呢也被中国政府 剩下是采拉 也被中国政府采拉 那么我们看到 在2003年10月14号 那么中共16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前提会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社会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 那么在历史上第一次 在一个经济改革的文件中 清晰地谈到 要如何建立 建权社会信用体系 就必须形成 以道德为支撑 产钱为基础 法力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并认为此几次建设 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 也是规范市场经济自信的 资本之策 那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里边 出现道德两个字 那么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那么我那篇文章 有加上市场经济 后来也被评为 改革开放以来 影响中国企业家 最重要的100篇文献之一 很多的企业家都跟我讲过 他们都受到这篇文章的触动 那我们看中国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中国这些年的改革的一些情况 和未来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些层面 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 在过去30多年 可以说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以前也讲过 前几堂的演讲里面也谈到 我们再次做一点 这个再重温一下 那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80年到2011年 那么这31年里边 我们看到美国的实际GDP 增长了2.28倍 德国增长了4.39倍 日本增长了5.47倍 而中国则增长了34.52倍 那么中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同时我们看到了 中国人民也在这个期间 开始享受到空前的物质繁荣 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像今天的中国人这样 享受如此的物质的丰富和繁荣 从人金产质而言 80年到2011年期间 发达国家只增长了大概4倍 而中国的人金GDP却增长了25倍 所以我们这段期间 中国人的财富是增长最快的 那么这个世界银行 对中国经济有一个评价 就是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取得了其他国家 用了几个世纪 才能取得的成就 另外洛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克鲁格曼讲过另外一句话 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 在物质生活方面 经历如此快的改善 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 在过去30多年 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但是我们看到财富崛起 背后又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甚至说是空前的代价 我们不敢说是结后 但是是空前的代价 以前我讲过 比如说我们的在生态方面的代价 那我们的这个70%的江河水系 受到污染 40%基本上市的使用功能 流经城市的河流 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 山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 四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栓移覆盖 四下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 中国占了16个 同时我们还看到资源浪费非常的严重 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 日本是4899焦二 巴西是6344千焦二 美国是972千焦二 韩国是1万7 泰国是2万 印度是3万1 我们是3万5 所以我们的这个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 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 然后呢我们这个油鱼 资源消耗严重 所以我们业列度的能源盐材料 那么这个依靠进口 依靠进口 很多的能源材料是50%的依赖 比如说我们的石油 我们在街上跑的车 每两辆车就有一辆车的油 是要依赖进口的 铁矿石55% 铜58% 大到化肥是70%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的资源 严重的消耗了全世界的资源 另外呢我们的贫富分化严重 美国是5%的能口 掌握全国60%的财富 而中国是1%的家庭 掌握全国41.4%的财富 中国的财富集中度 远远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大国 另外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讲到 腐败雄雄几恶 有一个官场中的流行的叫二八定理 说没有公款大吃大喝 中国80%的高档酒店将破产倒闭 如果不靠各种关系 中国80%的官员 拦有近身的阶梯 80%以上的官员有腐败行为 80%以上的腐败行为 没有被查处 80%的群众认为 80%的官员不称之 80%的官员认为 80%的上级不合格 80%的上级单位不相信下级 80%的下级不相信上级 然后我们看到 德国特斯的腐败是什么 收礼不得超过15欧元 超过15欧元就是腐败 我们看到美国最大的腐败是多少呢 25000美元 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受败案 我们中国简直 真的觉得他们没见过世面 我们一个村干部也不止腐败这些东西 对不对 真的我们太瞧不起美国了 我们现在动不动贪污多少个亿 后面加个单位美元 然后我们前面讲到 在我们国家四大底线 全部洞传 法力底线 我们没有法力底线 我们所谓的法力的三大基本法 是领导人的想法 领导人的看法 以及领导人的说法 我们没有道德底线 社会没有任何道德耶稣 寡人显止成为社会时尚 没有人文底线 中国成为没有理念的社会 金钱成为万人的通行证 私以高一一介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 没有商业底线 有毒食品和药品泛滥成灾 社会良知丧失殆尽 那我们看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比如说有人讲到 这个在微博上 中国大陆已知的37种 被调查出来的有毒食品 那么这个 到处都是 你想吃瓜子 人家发现瓜子是有毒的 烧烤有毒的 豆芽也是有毒的 37种有毒的食品 所以你很难 在中国你很难问 哪种食品是没毒的 很多都是有毒的 然后馒头 馒头是有毒的 你想吃粗粮 给你加点柠檬黄 想吃白面 给你餐点粘白剂 想吃软口的 给你给粮剂 嫌个头小 加点烹松剂 那么这个会导致 致癌 导致胎儿畸形 毒馒头 然后呢 你说我不吃馒头 我喝点饮料 吃不下了 结果呢 你会发现 鲜榨饮料是不能喝的 鲜榨饮料 多为色素 香精沟壁 过量饮用 这个食用或者止害 然后呢 装水的那个桶 也是有坏 也是坏的 净水器 净水器的那个桶 你喝水吧 你说我饮料不喝 我喝水 结果那个净水器的桶 也是坏的 然后结果我说 好 我什么也不吃了 我就吃点蔬菜 结果你发现 那个歇白歇白的 那个白菜 是喷过 这个福尔玛林的 福尔玛林 可以给大白菜保鲜 这个方法 已经沿用了三四年了 然后你说我喝水 啥也不喝了 就喝水 喝自来水得了 结果发现 自来水也有毒 自来水的合格力 只有百分之五十 中国内地没有一个城市 实现直接喝一喝的水 那么烧成开水 固然你可以杀死 微生物的污染 但是无法气出 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离子 那么这个不少有机污染物 在人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 可致癌 致奇变 致突变 然后你说好吧 我实在气不了 我去看电影 这个爆米花行吗 这个爆米花看得挺好 但是人家告诉你 这个广州两饮宴 爆米花的这个桶 是含荧光蒸白剂 食用会致癌 爆米花也别吃了 算了 然后这个上海查封了 十万问题爆米花桶 长期食用会致癌 然后这个你说我什么都不吃了 但是你的小孩可能还会吃 他受不了诱惑 然后学校门口 又正好摆了很多东西 小学生难聚校门口的美食 结果发现了 这个所有的坏东西 都在学校门口集中 然后你说 哎呀那个小学生 比较惨 大学生可能会好一点 说大学生也别高兴得太早 且看广州 私载点 病史周路 专供大学等机关食堂 所以你最后发现 总而言之 有毒食品设计面特别广 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 都受到黑心食品的害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 包括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 品牌的 品牌的产品 你说我吃品牌产品 应该好一点 但是发现 商会的肉粒制品 被央视曝光 有瘦肉精 翘江南的西瓜 西瓜汁是勾兑的 餐忌不消毒 那么肯德基永和豆浆 贩卖的豆浆是 豆浆精勾兑而成的 那么窃巢 哈根达斯 真功夫 也都有问题 前面我们讲到 饮用水市场混乱 每年有2600万个 黑心种流入到市场 然后你看看 昨天我见到 我们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做葡萄酒 他说拉菲的葡萄酒 这个每年 这个人家也就生产 20万 20万吨 这个20万吨 还是20万吨 他说只有 实际上亚洲只有5万 但是每年 在中国卖多少呢 300万 然后是都是什么勾兑的呢 他说都是醋精 糖精 加上味精 再加水 三斤一水勾兑的 然后我们喝的 就是那个葡萄酒 还卖的很贵 把我吓唤 然后有一个大学生 复旦大学的大学生 他专门做了一个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式图 从04年做到2001年 他发现 每况一下 越来越远逐 然后他最后 他自己很感慨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图呢 为什么会去观追食品 因为他发现 他吃了半天的牛肉 原来根本不是牛肉 他说人造的鸡蛋 塑料造的淫移 糖水变的蜂蜜 粥肉变的牛肉 有没有觉得自己生活在童话世界 不是看到新闻报道 我真不会相信 自己吃了近半年的牛肉 竟然是粥肉 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吃假牛肉长大的 有一天他跑到新西兰来 吃到真牛肉时 一定会觉得味道很奇怪 所以我跟你说 小孩子其实不喜欢喝国外牛奶 喜欢喝中国牛奶 为什么 因为中国牛奶比较甜 比较油的 国外的奶 他觉得味道不足 那么这个清华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 袁学通就讲 他关于什么叫超级大国 什么叫 他以美国相比 我觉得中国早就是超级大国了 污染的超级大国 腐败的超级大国 有毒食品超级大国 嗜血儿童超级大国 维稳开支超级大国 三公开支超级大国 官员数量超级大国 上访人数超级大国 对外移民超级大国 然后还有一个人讲 网友的讲得比他更好 网友讲什么叫大国崛起 他在谈所谓大国崛起之时 请猛心质问 你的输入崛起没有 你的住房面积崛起没有 你的护照免签国家数量崛起没有 你的食品安全崛起没有 你的医保 社保崛起没有 如果都没有 那么大国再崛起 关于peace 在过去的崛起是梦话 在现在崛起是笑话 就我们这些基本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那么就让大家非常地伤心 非常地失望 那我们说中国的前途是什么 中国的前途我们说四个 经济市场化 我们还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社会公民化 虽然我们没有建立公民社会 政治民主化 但是我们还说文化要基督化 我们需要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 坚固的市场伦理 市场道德 那么中国才有真正的前途 光经济市场化不够 社会公民化不够 政治民主化也不够 我们说有文化基督化 所以我们过去说四个现代化 那么现在我们提这四个现代化 那么我们知道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 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 或者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大胆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 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 他就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 他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 他就敢践踏 人间一切法力 有300%的利润 他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我们说这是 马克思讲的资本的本性 那么资本的本性 我们看如果任由人的本性 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什么 需要有道德来平衡 那么这个有一个 罗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叫道克拉斯洛斯 他就提出意识形态 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 政治秩序 道德准则 决定了可以接受 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是信仰和意识形态 影响到人 使人认为什么行为 可以接受 什么不可以接受 哈佛的教授 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叫史莱佛 史莱佛他进一步地提出 比洛斯更进一步 洛斯认为意识形态 宗教很重要 决定一个国家的 政治秩序 道德准则 决定人们的行为 他就进一步地 做分析 他把经济表现 和意识形态 做回归分析 那么他发现了 有些宗教对经济 是起着阻碍作用的 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 对经济发展 对社会和平 圣经理说的 永久的和平 和公正的秩序 起着促进作用 同时他们有个发现 说基督教的国家 平民起来 比天主教国家的输入 人金输入高出30% 然后所有的 现代化国家 我们前面讲的 都是基督新教的国家 这不是偶然 都是基督教的国家 这不是偶然 所以他就发现了 对经济发展 社会和平 起着促进作用的是 基督新教 那么杨小凯 杨小凯可能是中国 华人里边 最优秀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以前是在 美国留学读博士 后来在澳洲的 莫拉什大学当教授 他有很多 非常重大的贡献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他有可能是 最有可能 他应该是最有可能 获罗贝尔经济学家 的华人经济学家 可惜因年早逝 然后他就发现了 他的教会存在了2000年 这是很难找到的 你很少看到一个组织 能够存在2000年 企业 你没有存在2000年 你也很少看到 哪一个国家 能够存在2000年 很少 教会作为一个组织 却存在了2000年 这是很难找到的 我们也可以说 还有别的宗教 也许也存在了很多年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在经济上能够使得一种 社会秩序不断地过张的 只有基督教 在中国我们鼓励商人来信主 因为我是学经济的 所以我在中国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事工方向 就是带领中国的商人来信主 然后让他们鼓励他们 按照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按照市场的道德 来做商业 我们在国内开很多的会 每年都开 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 越来越多的商人来信主 包括最近我们去参加亚伯利 中国企业家论坛 这个论坛是代表了 中国最有影响 最有理想 也非常有实力的一批企业家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是他们的领袖 就跟我讲 他说能不能 请你们的基督徒商人 来参加我们的会 欢迎你们来影响我们 所以我就发现 中国好像到了某一个时候 一开始可能是农村的人信主 八十年代 这个农村人信主 到了九十年代 城市里面的人信主 但是也都是比较底层 后来慢慢地 就有基督徒的知识分子 基督徒的商人 开始可能还是中小的商人 那么接下来我看 那些大的企业家 要一个个可能分分来信主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看到了 很多基督徒商人 在他们的人力追求探求中 所做出的非常宝贵的一些实践 这里面时间关系 我不给大家多说 我提几个例子 在我们的会议上 我们会发给大家一个卡 那个卡 就是要跟上帝来签一个约 签约做到三条 第一条就是不做假账 第一不做假账 第二不贿赂 不做贿赂的生意 第三不发生婚姻外性关系 那么这三条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中国今天要做到 很不容易 那么有些学家 在我们会上受洗 有些学家可能他感觉 他是头脑一热就签了 然后回去挺后悔 但是没办法了 因为你是跟上帝签的 不是跟我们签的 然后你就得想办法做到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了 很多很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商人就讲 他说以前我们觉得 不贿赂是没法做生意的 但是后来仔细想发现 贿赂才没法做生意的 为什么 你想想看你贿赂别人一万 然后你的竞争对手 就给他两万 最后你就得用三万 才能把生意拿到 那你还能赚钱吗 你慢慢你会发现 这个生意的路就越走越载 最后你赚不了钱 所以你靠贿赂 迟早你会找到结路 所以你就得想办法 那我们这里面有两个例子 其后有一个是我们 东北的一位企业家 东北的一位企业家 他是做 他是做很多很多企业的 他开了几十家公司 然后也赚了很多钱 然后他告诉我 他的车厢的后面 都是炸药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捆捆的钱 钞票 什么人都能搞地 什么堡垒都能炸货 所以什么生意都能做成 这也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在我们这个会上 签了这个 跟上帝签一页 签了回去之后 他发现 挺难的 挺难的 然后他跟他的股东讲 说我不贿赂了 不贿赂了 然后这个 他的股东就 很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看他信主了之后 脾气变得非常好 以前都凶声恶杀了 所以他们很鼓励他信主 鼓励他就叫他 但是这个时候 用惊恶的眼睛看着他 说言论你信主是真的 你来真的受不了 他说不行啊 你别信迷了 必信成法兰功了 你就信一天做到礼拜就行了 别来真的 他说不行 我这是来真的 来真的后来那些股东就 把他的股份全部退给他 所以他们都走了 剩下他一个股东 然后他又给他的销售经理奖 结果13个销售经理集体赐责 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大的震动 但是他还是坚持做下去 这个时候他做了好几个动作 第一他把他好几十个公司 全部砍掉 该卖的卖 该送人的送人 最后他留下了一个木窗的企业 他的木窗企业做得非常好 相对来说 在他所有的生意里面做得最好 同时他认定 中国的房地产 需要这个节能型的木窗 木窗有发展前途 所以他就准备做木窗 然后那木窗呢 然后他又发现出口是不用贿赂的 第二个直销也不用贿赂 你开直销店不用贿赂 第三个还发现了有些品牌的房地产商 他给他们供应的也不像贿赂 然后他就他说我重点就做这三个 今年要扩大出口扩大直销 另外对那些品牌性的服务商 开发商我要充分地满足他们 然后服务要做好 产品质量要更加做好 结果那一年他的销售额 减少了八百万美元 可是他的利润增长了 然后他就发现挺好挺舒服 他说我减肥了 但是我的身体更好了 然后他就坚持做下来 这几年他就开始把他的产品 进行重新定位 更加的专注 只做木窗 开始做木窗了 还想做前世纪的木窗 现在他只做德国的木窗 然后在他这个行业里边 以前从来没有做 这个一个木窗企业 销售额超过四个亿的 他今年已经做到八个亿 而且他的第二名 根本没法跟他比 最近这个企业在准备上市 而且他在行业里边 这个金融危机之后 很多的企业做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供货商 不给他们钱 那些都是杂牌的供货商 你要给他贿赂的 贿赂了以后 他还给不了你钱 但是他们都是好的 他们出口 他们都是这个直销 他们都是好的品牌的开发商 所以他们 金融危机之后 他们的生意一点不受影响 反而保持稳步成长 所以他说感谢主 发现有教堂的资产经济 在中国是可以尝试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企业家 那个企业家也很有意思 以前他是逛遍全世界的赌场 在赌场里面可以三天三夜 不睡觉 也不吃饭 就在那玩 但是在我们会想受得洗 受得洗了 也 因为他自己的话说 头脑一乐 就牵着你们那个河野 牵着你河野了 回戏才发现他的生意没法做 因为他原来是做什么 他是神舟数码 神舟数码 他们生产成ATM机 就是起钱的那个机器 而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们是后进入者 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企业在这里面做 然后他们的产品质量 也不算特别好 而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是贿赂的 你不贿赂 你根本做不了生意 都是要贿赂银行的行长 然后他不贿赂 谈品质量也不是特别好 他怎么去做生意 犯愁了 以前他是整个神舟数码的销售总监 他曾经给上千人讲 怎么销售 他就告诉他 你一个人进来 你怎么擦颜观赦 然后发现他的弱点 然后给他搞定 这就是他给他的销售人员上了课 后来他发现 这个完全不能这么讲 就得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然后多浩子 怎么办呢 后来他突然想到 我卖给他们这个机器 其实他们也是要摆在某些地方 那我不如 不卖给他机器 我只是卖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把他的ATM机 摆到学校 摆到商场 摆到机场 一些重要的地方去 然后他就跟那个银行说 我现在不卖你机器了 我把机器买在某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已经跟他们签合同了 这个商场只摆这两台机器 别的就不让摆了 所以你要不要 我用那个银行就着急 那不行啊 我都占你那个地方 然后他突然发现 不再是他请银行的行长打高尔夫 而是银行的行长说 哎呀小王啊 明天我们打打高尔夫吧 然后他后来又想了一招 他从互联网的免费的这种模式 想到一招 他说我不再卖给你机器 不再卖给你ATM机 我不卖给你 我免费送给你 你总不然再要我贿赂了吧 我白送你 你要多少台我给你多少台 你要我摆在哪里 我替你摆在哪里 我把你货给你铺上 我不要你的钱免费送 你要不要 如果你不要 另外一家银行就要了 他们就赶紧把他们的市场份额就占领了 但是呢 那怎么赚钱呢 他的商业模式改变 他不靠卖这个机器赚钱 他是分享这台机器产生的交易流量 为了这个机器产生的交易流量 我分享一波分收益 结果人家觉得那些银行考虑 不行啊 我要不跟他签这个 别人就跟他签了 然后这个城市里面摆在都是他们的机器 结果呢 他发现他的整个谈判地位完全改变 这个时候是他们向银行的行长来找标 银行的行长来找他们 然后他们在这个销售里面做到了第一名 而且第二名根本没法跟他们比 遥遥领先 同时呢 这个他发现了很有意思 就他们这一做之后 他在一台 沿着一台机器可能也就赚那么有限的钱 现在发现他晚上睡觉 闭着眼睛都数钞票都赚钱 他们变成了一个金融公司的概念 而不是在这一台生产机器的一个产品公司的概念 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 上市之后他沿着投入的里面的这个公司的股份 他们作为高管他拥有股份 涨了二百四十倍 他说我感谢上帝 要不是上帝教导我 给我躲上一扇窗 我哪会开这么一扇大门 他说看来有教堂的上经济 这事我也是可以做的 还有一些故事 我这里面是有关系 我就不再给大家讲 我想告诉各位 你要相信神是公义 你要相信神在各个里面都是神 不是光在教会 阿们 阿里路亚 你相信你就得着 那我们看到四川汶川地震 发生八点零级的地震 2008年 2008年 然后死了上十万人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企业家就跟着我们一起救宰 都是信主之后的企业家 他们本来都是很有钱的 上市公司的老总 但是这个时候到灾溪干什么呢 说起来你们不相信 捡垃圾 为什么呢 一开始他们都 接着我们到灾溪去 我肯定能干很多事 发现啥事也干不了 一开始就是救人 救人的专业的医生和护士 那他说我给护士送药 怎么可以吧 结果发现那药都看不懂 叫护士说 你就给我捡垃圾吧 所以就在那天天捡垃圾 但是天天很喜乐 每天我们早上去 然后晚上回来都唱着歌回来 然后后来就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六月十二号 就五一二是地震 六月十二号 然后中国的部分的这个基督徒写起来 在成都就写到了一份倡议书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今天是六月十二号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 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都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我们这些人虽然普普通通 默默无闻 但每个人都对灾溪 对国家 对民族 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存有一份自爱 并深感尖上了重担 我们今天聚会 探讨如何参与灾后重建 但首先我们要反省 自己的生命历程 和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 认识到我们的自我中心 和冷漠无情 真正谦卑下来 重塑我们的爱心和责任心 只有这样才是对地震灾难 和全世界的正确和回应 我们相信一个民族在灾难中 失气的 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 获得补偿 为此我们提出 如下倡议 一 对于灾后重建 我们中心倡议政府 和全社会负起责任 确实根据灾区行众的 实际需要科学规划 务实推进 让这次灾后重建 成为中国又好又坏 发展的典范 第二 我们中心倡议 所有参与重建的中国企业 认真负责 不拿回后 不以致冲好 第三 我们进一步倡议 中国企业做阳光企业 从今以后 不偷税漏税 不做假账 不搞假冒伪劣 诚信经营 第四 我们倡议 所有中国的企业家 善待员工 不苛待员工 以爱心引领员工 做普人士领袖 而不是献要我们自己 五 我们还倡议 中国的企业家 珍惜家庭 关爱家庭 善待家庭 每一位成员 尤其是配偶 承诺不发生婚姻外性关系 我们倡议 中国的企业家 更多地担当起社会哲理 不仅为社会创造财富 也为社会创造和谐 首先让我们自己的家庭 实现和谐 企业实现和谐 社区实现和谐 从灾后重建开始 让我们所爱的国家和人民 因我们的爱心和双手 有更多的祝福 然后呢 这个2012年 我们又在塞班岛 塞班岛开过一个 一个会 也是一个国度的论坛 塞班岛 然后在塞班岛上呢 也是一帮基督的商人 他们签订了一个叫 华人荣耀上帝 祝福世界之塞班公约 那么我给大家念一下 也是代表着 他们对商业人力的一个探求 同时也是一个倡议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 作为上帝良善旨意 选招下的一群华人 因着对基督的信仰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 克赛此 美丽的塞班岛上 历时为继 我们彼此在上帝的面前 庄严约定 忠实征兆圣经原则 参与土地开发与构建 征兆 征兆当地的法律 法令 征兆上帝在当地 设立的长子之族 征兆当地的 已有文明 爱护前人类的生态环境 倡导公平 公义 和平 和一 和谐 美好的发展秩序 祝福所开发地区 愿以此带动 所有对海外投资的 华人心智 祝山上之城 新道德中华 谋万邦恩赴 公义和和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的面前 华人公民社会的崛起 必从平等立约 互进互外海市 以基督的名义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其实我今天 特别介绍这个赛班公义 我觉得完全 可以引路到 我们的 新西兰的华人商人里面 如果这个 诸彬牧师 你们恩前灵天堂 有感动 特别是我们商人团契 假如有感动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 在这个赛班公义上 我们来签字 我们来进一步的 来倡导 使得我们华人 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 我们不仅获得财富 而且我们也真的是 我们坚守信仰和道德 然后更加受到 世界的尊重 那么我们相信 神在中国 今天也 实际上是 也预备了一艘 无形的五爷皇后船 当初美国是什么 建起来的 我们知道 是一群青教徒建起来 一群青教徒 飘洋过海 怀抱着理想 肩负着意向和使命 那么最后呢 把美国建成了一座 山上之城 那么我们相信 中国不仅要 财富崛起 我们同样 要道德崛起 那么要道德崛起 就是要信仰崛起 神在今天的中国 也预备了一艘无形的 中国版的五爷皇后船 那么就是要呼召 我们中间同样的 有意向的 有使命的 弟兄姐妹们 来上船 也呼召那些 还没有信的朋友们 大家能够来认识 这位独一的真神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然后跟我们 一起来上船 一起来建设 我们美好的中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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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